从演员被迫转歌手赛道 光是在2023年仅用一年时间 就在泰国曼谷和马来西亚吉隆坡 开了两场没有赞助商的演唱会 和两场个人粉丝见面会 这个人就是张哲瀚 一个在国内被资本强制奉杀的演员 关于他的八月事件的背后有情 我的这顶视频已经说过了 不懂得可以去看 2021年八月事件后 他被网爆在家四个月不敢出门的那段时间 请老师叫他弹吉他 然后学编曲 评词 2022年12月 他在海外各大音乐平台 推出全新专辑《深蓝者》付出 截止2023年12月份 他就出了15首新歌 平均一个月就交出一首音乐作品 其中自己亲自作曲甜词的只有7首 内地没有一个平台收录他的歌 意味着他没有内地市场 这对耐于任何一个歌手和演员来说 都是致命一击 但是 他却是上过天2023年 全球最高多创业收听次数 华语流星男歌手第六名 仅发布一年 这15首歌在伤破天上的总播放量 已达一个亿 他于2023年在汪汪发布的第一箱实体专辑 深蓝者销售额多破一千万家 这张专辑获得了五大唱片 2023年度五大金榜 华语音乐宁度排行榜的第三名 他的第二张专辑《曼陀罗》 将于2024年上线 2023年5月10号和11号这两天 他在泰国曼谷击败了宏观剧场演唱会 以唱作歌手生分圆梦舞台 演唱会从选曲 创意设计 到内容编排等 均由他参与主导 现场五千人的座都做完了 没有人能够想到 他十年来最想看演唱会的梦想 居然不是在他演安需最火的时候实现 而是他在低谷承受着巨大经济赔偿的时候实现 2023年9月17号 他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圆满完成第二场世界训练 2023年10月7号 与马来西亚麦B秀AI23节目邀约 他等来了两年多来第一次正式商务演出的机会 在现场成功演唱了自己的三首单曲 2023年11月25号 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商务演出 受邀参加新加坡AS933潮流音乐盛典 他在盛典上压轴出场 连唱五首自己的歌 同时 他借了AS933龙虎榜的成绩 和专业评审评姑 成为在盛典的始祖年度歌手之一 由他亲自作曲甜词的人生海海 也经由听众票选和专业评审评姑后 荣获该切盛典的唯一年度金曲 11月26号 也就是盛典后的第二天 他要在新加坡成功举办了 名为追的个人粉丝纪念会 他和朴敏因拍了七年的剧 时光之城 被海外频道买下 12月27号开始 每晚8点更新一集 12月31号 他在泰国曼谷举办第二场粉丝纪念会 3000多名粉丝 奔赴泰国和他一起跨年 他在新加坡逗留期间 接受媒体访问时 透露了他2022年7月份 骑行西藏时 由他亲自导演拍摄的 长达60分钟的纪录片 即将于2024年上线 并且 他也计划在2024年回归影视界 他开吵的潮牌 也在不断上新品 上面我所讲到的这一切信息 你在内地是搜不到的 既然改变不了环境 那就让自己变强 你不能否认的是 他作为新人创作歌手 得到的这些成绩 都是实打实的 或许 你一直知道他演员的身份 但是 你不知道他被迫 以歌手这个赛道 重新出发有多艰难 没有人会同情弱者 所有人都喜欢强者 过境者在21年 可以通过 见不得人的手段 夺走他的演员事业和荣誉 却带不走他的才华 和独一无二的灵魂 希望2024年的他 会给我们带来 不止于歌手方面的惊喜 不得人藏在我屋檐上 岁月飞鸟 我相信 应该 也会不会全该 没有什么人做的 这些事情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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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